为了和Steam分庭抗礼 Epic Games在2018年底推出了Epic Games商城 和威尔夫一样 Epic Games也是世界知名的游戏开发公司 因成功开发出虚幻系列FPS游戏而名声大噪 后来又因战争机器和堡垒之夜等游戏成为世界级巨头 该公司所研发的虚幻引擎 一直是游戏界最广为使用的顶级游戏引擎之一 Epic商城的建立逻辑主要针对Steam的分成机制 Steam对于在机平台上架的游戏一律受取30%的抽成 而Epic把这一数字降到了12% 另外对于使用虚幻引擎制作的游戏再降5% Epic一方面通过降低抽成争取开发商和独立工作室 一方面又通过谈判和利益出让争取游戏独占 到目前为止包括全境封锁2 天外世界控制人类奥德赛 迪特律变人 无主之地3 地铁离乡等多款大作 即独立游戏宣布独占或现实独占 虽然这一系列的激进举措热闹了部分Steam的预购玩家 但长远来讲对游戏平台的良心竞争发展还是有一定好处 虽然游戏售价仍以美元标示 但Epic商城其实已经开通国区 并且价格处在全球低价区 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购买 部分游戏还未解除所需 不过相信已为时不远 目前Epic商城开始了假日特卖 在游戏打折的基础上赠送10美元的优惠券 同时只要你购买了任何一款打折后 还超过15美元的游戏 就会再得到一张10美元的优惠券 也就是说只要每次都超过15美元 优惠券就会一直不停地赠送 正所谓子子孙孙 无穷溃炎 特卖持续到1月1日截止 记得注册账号时 锁在地一定要选中国 推荐入手的游戏有 荒野大标课 2.国区原价34.99美金 折后27.99美金 缺后价17.99美金 约126元 屋主之地 国区原价29.99美金 折后19.49美金 缺后价9.49美金 约66元 星球大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 券后价15.72美金 约110元 地铁离乡 国区原价29.99美金 折后14.99美金 券后价4.99美金 约35元 控制国区原价39.99美金 折后26.79美金 券后价16.79美金 约118元 天外世界 国区原价29.99美金 折后22.49美金 券后价12.49美金 约88元